供严幅牛仔屏蔽功能测试 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供严幅牛仔的一个调整 就是多了一个屏蔽监管者 特殊暴人动作一个试制 左边这个的话是没有开屏蔽功能的 然后右边这个的话是开了屏蔽功能的 这个的话需要我们手动到试制里边搜索 牵气球 然后就可以找到牛仔屏蔽监管者 特殊牵气球动作一个试制 这个的话默认是关闭了的 需要我们手动开启 开启之后呢 监管者的一个牵气球动作 就是一个默认的状态 我们让监管者放下 然后再重新再牵一次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 右边这个开了屏蔽功能的话 是默认一个牵气球动作 就把那个特殊动作给屏蔽掉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另一种情况 就是面对那些把人拖在地上的特殊暴人动作过剑 比如说梦之女巫的经过 还有什么爱哭鬼 以及那个杰克的死猪托 他们牵气球的时候呢 人是在地上的 如果遇到那种低矮的地形的话 就是没办法瞄准 我们让队友牵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来瞄下 这个是没有屏蔽的 没有屏蔽的话 可以看到瞄的是监管者的身体 好 淘汰出局 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开了屏蔽之后 开了屏蔽之后呢 我们可以瞄那个上半部分的气球 这样子是可以把人给揪下来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在鬼屋这个情况 鬼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难瞄 但是如果是气球的话 我们是可以比较精准一点的 比较精准一点的 然后这边的话来看一下那个秒哥的判定 首先是一个看到屏蔽了的 屏蔽的话我们是可以把人给勾下来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没有屏蔽的 我们让监管者牵一下 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应该是被那个 布兰给挡住了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换成那种 稍微高一点的地形 然后让监管者牵一下 这里的话应该是模型被挡住了 然后不太好够 让监管者再牵一次 这边我们最后一次勾一下 牛仔秒哥的话最好是一慢不一快 快的话就基本上没机会勾下来 秒哥的话最好就是稍微慢一点 但是如果想急性一点的话就得卡的不要死 但是稍微坏那么一点点就勾不下来 好了大概的话就这样子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